樓院病人沙暴風喉慘死 家屬哭冤七年,終於取回公道 日本、台灣麻疹大爆發 香港會否被波及 市民又知道自己有沒有免疫 假裝自家繁殖 實則騙你買病貓,最激無良傷人 為何你要買病貓給我 你為何要買病貓 買貓任招大踢爆,馬上攻張細亡 歡迎收看東張細亡 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價值452萬 還可以,不是太貴 但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應用程式? 我知道,你說八段感的遊戲應用程式 創科局公佈了會支助七個項目 其中一個就是八段感的手機遊戲應用程式 獲得425萬的支助 452萬,首先不要質疑 最重要的是八段感的應用程式 一定是健康的東西 健康向來是無價的 不過有人問到底這四百多萬 批的準則是怎樣的? 要問批的人才知道 又或者遊戲開發商 就說你一點也不貴,要四百多萬 如果你真的要知道的話 可以問問創科局 又或者上一些眾籌網 了解一下要開發新的應用程式 究竟要多少錢? 對,不明白就要問 不過世界上很多東西令我們很廢解 就像以下的醫療事故 有人問,為什麼這麼久才會有裁決呢? 用七年的時間 這個過程當然是很辛苦的 我想為我爸爸取回風土 七年前引起全城關注的 沙布封喉導致病人死亡的醫療事故 直到昨天終於有新進展 其中一名攝氏的主診醫生 被醫委會裁定兩項專業失德 隨便半年 我覺得公平和合理 而且主席沒有給換形 我覺得真的可以維護公眾利益 不過問題又怎知道在一個醫生上 事源於2011年 黃先生73歲的爸爸 在伊利沙伯醫院接受 咽喉切割手術後 開設了永久性器官造口 幫助呼吸 之後黃爸爸被轉介到九龍醫院療養 怎知道有護士不將永久性造口 當作臨時造口處理 在蓋著造口的沙布四邊貼了膠布 最終黃爸爸窒息死亡 而八天裏面的巡訪 醫生理應都應該要看牌板 而他都沒有發現 也都沒有指出這個問題 如果正如昨天主席所說的 如果你一天沒有發現 你還說得通 但你八天都沒有發現 這個是不值得原諒的 我去探望我爸爸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這樣護理 我有跟護士說的 我說普通道理 就是覺得這樣護理好像有些問題 我爸爸這裡做 這裡是呼吸的 你這樣瘋發 他可能呼吸不了 護士的回答我就說 我不知道 要問醫生 到了出事那一晚 我去探望我爸爸 我又是見到他這樣痴 我很生氣, 走出去找護士長 護士長又說 我不是很清楚 這些事情要問醫生 如果當時那個護士長 他又是肯聽我說 他肯走多一步的話 這件事又是可以集到的 他沒有 然後那天晚上就出事了 為了討回公道 黃先生經常捱姦底夜 搜集資料, 整理再投訴 想不到這條路一走就走了七年 很自然, 你就會問醫院 為何會發生 他們很多時候的答覆都是 不知道, 各樣開四人庭 只叫你回去等 有件事是不會回答你 那你再問他 我可以做些甚麼 有甚麼人可以幫我 他們就沒有了 或者是踢你去其他地方 叫你去公眾投訴委員會 試一下 你去到那裡 他們又會說 因為有四人庭 所以我甚麼都做不了 你結束了四人庭才來找我 到你結束了, 你找回他的時候 他就會說 都出了報告 都說了, 沒甚麼可以幫到你了 好像給我的感覺就是 推你出門口, 然後叫你去過煮 你自己去搞 千辛萬苦 終於在16年有三名攝氏護士 就被裁定專業失德 停牌一個月 當時黃先生也很歡迎裁決 我覺得這是一個公平公正的判決 不過結果… 過了兩個月後 我打電話去問九龍議員 你們會怎樣去執行 他的解釋是說 讓他去做一些admin的工作 被告人不能夠認真反省 因為繼續上班 他繼續有工作, 繼續有薪水 繼續有福利, 這個是一個懲罰嗎 其實他的判刑的多與少 對我來說 我和我家人都不覺得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最重要是讓他們知道 他做錯了在哪裡 希望他們不會再有這些事情發生 這位攝氏醫生黃卓二 在離開醫委會的時候 並沒有回應會不會上訴 今天是大日子 說超人都要退下來, 退出他的系 什麼? 公製書沒有說 超人要退出銀河系 莫非這真的是銀河唯一的秘密? 不是說你的秘密 說的是我們的超人 李嘉誠成哥 早前宣佈退休 表面上退出了長和系 實際他也會轉任集團的資深顧問 這天也被記者看到 超人在家的露台邊拉筋 可見他也很注重健康 他身體這麼好 就算去日本玩 又不知道他要不要打疫苗 麻疹被譽為傳染力最強的傳染病之一 最近麻疹疫情 在香港人的旅遊熱點 日本和台灣爆發 而香港也有一位外籍人士 在泰國反港後 證實他的呼吸道樣本 對麻疹病毒呈陽性反應 每天都有超過十個人打來問 自己是否需要打疫苗 跟之前比較 其實可能一天都沒有一個人會打來問 麻疹是否開始殺到埋身呢? 最近很多診所出現不足疫苗 很多人想打也沒得打 但是,是否真的有這個需要? 還是人打,你又打呢?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所引起 透過空氣中的飛沫 或直接接觸病人的鼻喉分泌物而傳播 遷伏期有七至十八天 會出現發燒、咳嗽 口腔內出現百點症狀 三至七天後 皮膚會出現烏斑紅疹 維持四至七天 甚至長達三個星期 病情嚴重的人 呼吸系統、消化度及腦部 會受影響,甚至會死亡 如果你打算再去日本時 會否打算再打一支呢? 我想我自己就不會 是,那小朋友呢? 小朋友應該會 你記得自己有沒有打提呢? 自己不記得,不買幾天也行 你知不知道打完一支麻疹針 可以保持多久嗎? 不知道 不知道? 不太清楚 相信不少人都一樣 防疫針是有打過 但打了甚麼 隔了這麼多年,又怎記得清楚 到底現在有甚麼人 有需要接種麻疹疫苗? 就要視乎政府的疫苗計劃 其實接種了多少針 看回一歲至六歲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已經接種了一支麻疹 詐梢 德國麻疹的混合疫苗 而這支的疫苗已經有93%的保護率 7歲到28歲的群組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已經打了兩針的混合疫苗 兩針的保護率可以去到97% 至於50歲以上的人 是沒有接種過麻疹疫苗 但當年麻疹非常流行 很多人都感染過麻疹而天然免疫 雖然打了兩針混合麻疹疫苗 已具備麻疹免疫力 但有些情況 可以令疫苗的保護力消退 會看會否有慢性疾病 或影響免疫力 例如一些癌症 令抵抗力弱了 檢測抗體 也可以知道你有沒有抵抗力 如果我不肯定自己有沒有打過針 最後打多了,又有沒有影響? 如果疫苗的紀錄真的不齊 你擔心自己打第三針 其實大家也不用擔心 那針的副作用都是有限和短時間的 據2015年麻疹血清調查資料顯示 除了35至39歲的水平落低 大部份年齡層的免疫水平平均是98%以上 如果真的有需要去接種麻疹疫苗 都有些事情要留意 如果你是因為旅行有些其他因素 想盡快打 其實就要在出發之前 最少兩個星期就接種這個疫苗 才可以加強到效果 還有提醒大家 這些針是不可以打的 如果你想生小朋友的媽媽 接種了疫苗之後 三個月內是不能懷孕的 果真風回路轉 你劇透? 不是,我們昨天報道過 媽B獨留家中事件 今天,寶寶的媽媽承認自己說謊 就報假案 實情在媳婦離開家的時候 已經到了照顧兩個孫兒 真的玩大了 其實這個媽媽也是想藉著這件事 去教訓一個沉迷打機的兒子 寧願自己犯法報假案 也希望是兒子反省 真的難為了媽媽 事後媽B就由醫護人員暫時照顧 在醫院就沒見到親身父母 反而見到媽媽 希望藉著這件事 這個兒子也會親媽媽 煮好東西給他吃 養顏妙品,花膠燜海參 但沒十個八個小時就不行 這些是以前的事 現在有新科技,30分鐘就完成 當美女遇上廚房 不少廚房也偷笑 還要煮花膠冬菇燉海參 很難 平時媽媽負責煮,你負責吃 今天讓我教你 美南廚神? 冬菇保健養顏 花膠和海參更有豐富的膠原蛋白 舌緣還不立即溶光活化 無論工序多繁複 星期日沒有親切 我也要親手做一碟花膠冬菇 讓海參來孝敬媽媽 我們今天的主角 雖然是花膠和海參 但我們現在先處理冬菇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爆香的冬菇 就會更加有味道令花膠和海參 我們要把泡好的花膠 不規則地切 我們不要切太小塊 這些就可以了 因為炆完的時候就會更小塊 花膠我們買回來 最好大火浸泡三分鐘 滾水浸,然後放在一邊 要浸泡一天才化得這麼漂亮 現在就像這樣 然後我們可以切海參 海參呢? 海參之前後有做了什麼處理? 海參一般在超市買回來 買一些急凍的 我們可以用啤水 就可以變成現在大大塊,很好看 把簡單處理的冬菇 連同花膠、海參加調味雞湯 一起放入這個 在BB店買回來的包心似土煲 按一個按鈕,燜三十分鐘 這鍋花膠、冬菇燉海參 這樣就完成了 好,我決定了,母親節 我一定要煮這個給媽媽吃 嘗嘗吃,是我煮的 好… 是我親手煮的 嘗嘗海參 很軟,很入味 反晒自家繁殖 實質騙你買病貓,追擊無良商人 為什麼你要買病貓給我? 你怎麼會這樣? 買貓今朝大踢爆 下一節東漲細亡 對,IV球 公司,你有結婚嗎? 有採花球,我還有採物帶 我正想到畫面了 但是一定不夠他震撼吧? 以下這位新娘,也有採花球 不知道是假天花太樓 還是他力大如牛? 整個塌下來, 幸好那些人就走得切 不然真的花開富貴 結婚的確是畢生難忘的 但是真是開心事 希望不要因為這些東西難忘 就像養寵物一樣, 本來都是開心的事 但偏偏弄得不懂笑,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隻貓貓是不是很有趣? 不要看牠的眼睛那麼精神 但原來牠小貓已經經歷不少的病痛 聚灰禍首, 懷疑只是跟賣家有關 其實跟藥畜沒有分別 真的很可憐, 牠們的小生命 每次我餵牠吃藥 甚至滴藥膏, 牠都很痛苦 牠不喜歡這些東西 本身是一隻寶寶貓, 牠本身脆弱 為什麼還要受這些苦呢? 網上有不少這些自家繁殖貓的群組 有人藉著這類型的平台買賣寵物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這些寵物是怎麼來的呢? 尤其試上來, 又可以怎樣追究呢? 其實示範的經過是怎樣的? 我們倆本身是想買貓貓的 我們進了一個臉書的群組 牠聲稱自家繁殖的 當初覺得牠很好 牠跟我們說了 養一輩子, 合眼緣 說得好像很真實 不過一度見面交收 就開始有古怪了 出來就是一個很年輕 身形瘦削的男生 就約了我們在賓館 他們見面的地方 就是在旺角金魚街 這個賓館的大廈門口 這麼多地方不約要約在這裡? 說得說可以上門看牠爸爸媽媽 然後牠就說 我哥哥正在做事 我現在幫我哥哥買貓 家裡有腦有暖 不方便給你看 於是就帶牠們上大廈後樓梯 在這裡看貓貓 那個環境很暗 你根本看不清楚那隻貓 但是大約認出是照片裡的那些 雖然覺得有點奇怪 但是一心相信貓貓是自家繁殖 打算不會有什麼問題 加上貓貓實在太可愛了 牠們考慮了一會 就決定付錢帶貓回家 誰知道… 拿貓回去, 我們就發覺很多很多問題 一掀牠那隻耳, 很多很多的耳垢 過了幾天, 鼻子慢慢凸毛 耳朵也開始凸毛了 最後, 貓貓確診有嚴重的耳塞 以及金錢鮮 到了現在還沒醫好 醫生懷疑就是貓貓之前住的地方 衛生環境太差 加上沒有人替牠清潔 才會病得這麼嚴重 牠們還傳染牠們 家裡的狗 甚至只是紋了貓袋幾下都中招 弄成這樣, 牠們當然想找賣家了解 甚至追討醫藥費 不過怎麼找也找不到牠 牠們在當初買貓的群組貼文 說回這件事 居然有幾個人回覆 說有類似的經歷 無論交收地點 對方說的話等等 都出奇地巧合 相信就是同一個的賣家 短短兩三個月 可以有幾胎不同品種的貓寶寶 擺出來買? 這位所謂自家繁殖者 家裡究竟有多少隻貓? 虎主再追查下去 竟然發現這個賣家 之前曾經以貓社名義 اط בע Samsung Circle 陳清早需要用貓手推人 小型如此, 非常型格 你本身是貓寶寶s, 寶寶 挺像一般 四億、轉身經不是買金 暴露特大廠, 然後創造貓寶寶寶 核心難以其我給我的貓寶寶寶貓 look 可以吃嗎? 腳踢接下來遇上那路嗎? 那間賓館外面 等了十幾分鐘, 牠思思而出現 牠帶我們到樓梯口 在籠裡拿了三隻美國短毛貓 給我們選擇 還說自己住在樓上 只是幫姐姐教授 我們嘗試問牠的貓貓的來歷 牠一來就死撐了 是自己的家 其實打算讓牠們生一次暑 但是沒想過這幾隻髮骨龍 是這麼難走的 尤其是小朋友 牠很白癮 第二, 也想跟媽媽做手術 這筆錢就要來做手術 說得真的很疼貓 我們再試問牠 可不可以上門看貓寶寶的父母 我家裡也有, 有一間 所以不客氣給你進去 跟市主說的魔祖答案一樣 我們再問牠, 貓貓打了真味嗎? 成交前可不可以帶牠去檢查身體 看看你怎麼耍我們 打真味, 太小了 對, 三個月就要保養 其實打針要連同一起做 所以讓牠多大一點 那時候你的身體比較大 就跟牠打針, 尤其更多 四兩撥千斤 兩句就把買家的移民輕鬆帶過 你姐我也不問, 當然要想想了 於是牠就回了樓上的住宅單位 大約十分鐘後, 我們表示想買了 約牠再出來 誰知牠不是在樓上的住宅帶貓下來 而是從對面的大廈走出來 不奇怪 因為那裡樓上正正是懷疑出售病貓的 寵物店 於是我們聯同苦主一起上前 向牠質問 為什麼你要賣餅包給我? 然後你不回覆我的訊息嗎? 能否贏得我們? 我們一個月之前買你鷹短 我沒空, 這樣做 你這是自家繁殖嗎? 對… 你是不是有一間貓舍? 其實你是貓舍嗎? 你是貓舍的那個下來嗎? 不是… 我在那裡下來, 但我們住在這裡 為什麼你會在貓舍的下來呢? 上面那裡有我的朋友 你不是自家繁殖, 應該拿回自己家嗎? 因為剛才我又拿了一個給別人看 我又想要去找我的朋友 真是剛剛遇上剛剛了 有虎珠說你賣完貓玩失蹤 你怎麼回答? 不回覆我的, 打電話又兇號? 為什麼不接電話? 因為那個是我姐姐去處理的 所以那些就… 上次你說阿哥 你姐姐嗎? 我哥哥… 我哥哥說錯 你姐姐還是你哥哥? 你到底是姐姐還是… 你賣貓給我們都是你哥哥 你當初那時候跟我們是哥哥 你是不是賣太多, 自己都不記得呢? 不會, 我家姐… 你們現在是否家裡自家繁殖貓出來的? 是, 你是不是自家繁殖? 算了, 你們不要的就算了 我拿了 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自家繁殖這麼多貓? 為什麼可以自家繁殖這麼多貓出來? 我們自己家裡又… 媽媽就是這樣 已經到了雨, 無論是信你的人都傻了 那懷疑假扮自家繁殖買貓的 樓上寵物店又怎麼樣呢? 我們先後多次上門嘗試找牠們 還是一直沒有開門 只是在門口留下一個聯絡電話 不過電話也是對不起, 沒有人聽 我聽聽, 我聽聽 Anthony, 其實自家繁殖的貓 貓有規管嗎? 暫時現行的法例 還是沒有規管貓的貓 牠自家繁殖之後 如果牠堅稱出售自己寵物的後代 其實是沒有規管的 如果真的非必要 如果說要買一隻貓 首先你要去一個持牌的動物售賣箱 正常每一隻出售的貓 都會有一個註冊證明書 由註冊獸醫去簽 會打齊針 買了這些來歷不明的動物 也很大機會是有病的 Albert, 聽說你今天下班 就不是回家, 是直落 不是直落, 是要直倒黃龍 我知道了, 你約了其他三位 對, 贏了有獎金 有獎金就可以幫補輸保費 你別想得那麼快 因為我知道其他三位對手 其中兩位跟我們東章很友善 包括了就是Brian和許家傑 還有近期的狀態 大勇忌攻一籌的何遠東 害怕都沒害怕 你知道我靠什麼進入這個決賽嗎? 不知道 我們靠運氣而已 俗語所說, 負軌 靠運氣能夠進入四強 簡直是扶負何求 既然當中三位 都跟我們東章這麼有關係的話 大家一定要留意 今天十點鐘的 BigBig Channel的雀王寶座大戰 訪問一下你這一刻心情如何 我重新一次是靠運氣 不過也希望贏到尾 大家祝福我吧 好, 哪位贏都要請我們吃飯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再見… 商場充飾開放式食肆 雖然大旺人流 但其實危機四伏 阻塞走火通道 衛生環境差 商戶大叫投訴無門 留意東章細亡 הש禮物 雖然大旺人流 這次的結束 賠償 大旺人流 陳迫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